大家好,我是李学真 今天呢,我就是跟大家说一句说这个 我刚才说的一个喜讯的事 这个喜讯啊 我在微博上讲 也只有配在张子汉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到自己受到侵害 到公安局去报案 公安局受理 这是一个很很很 非常正常的一个一个一个程序 一个行为 但为什么说是喜讯呢 要知道啊 张姓颜的张子汉 自从被列为列级人 遭到封杀以后 他不是说仅仅实际的是工作 他失去了在社会上活动的任何权利 所有的他的账号 没了 没有他发生的空间了 最可怕的是 连有些电商平台都不能打住他的名字 任何社交平台不能出现他的名字 出现名字就违规 也就是说 他的权利的失去 觉得不仅仅是工作 是演艺事业 如果是演艺事业的失去 我觉得他不干演员 他可以干制片 也可以干当编剧 这都没什么大的问题的 因为他遭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网络恐怖 网络暴力 假如这个人确确实实伤害了民族情感 民族感情 去鬼市进行了参拜 参观 是带着那种 背叛祖国的 这种恶劣的主观意识 去了 他受到这样的惩罚 我觉得是最有应的 对不对 我真的不会这种人感到可惜 当然了 尽管我们的国家媒体 不是一个两个的 很多的 在这个旅游日本这方面 是抱有极大的自信 开放心态的 我们央视新闻也发了 到日本旅游的游客 都要尽量的到鬼市去看一看 要记住那段历史 记住那是鬼的样子 让我们深刻的记住历史 不要忘记我们曾经遭遇过的 遭遇过帝国主义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害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 一个开放的心态 一个民族的自信 然后我们是战胜国嘛 对不对 他一个日本 小日本 你说有什么那么避讳的 特别是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一个造谣的人散布了 一个假消息 我们的有些单位 怎样以这种东西为依据 对一个演员进行全面的封杀 抵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 恶劣的影响 对不对 人家现在 我不是为他洗牌 我是觉得他 有可能被冤枉 我们的有关部门 有关单位 有关媒体 能不能让他出来解释一下 辩解一下 也让有关机关 审判一下 把证据拿出来 是吧 123 321的论证一番 只要有他能跑得了吗 我们经过一个过程 列举出他的证据 让他输得口服心服 让我们所有的 或者喜欢他的那个粉丝们 让他彻底的看到 真面目 那多好 这样我们的语言都统一 那为什么就不给他这个机会 有的单位 假借 官方的身份 甩锅 上级部门 甩锅 告证领导 把这种行为 说成是领导的旨意 是有些部门的旨意 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 新时代社会理法治的 这种要求啊 你尽管是个协会 对吧 你有你的自律 这个章程没有问题 我们都支持 我从开始 我就说我很支持 他们勇敢的 有担当的 对有些这个违法 违纪失德 艺人或者主播的 这种 惩戒 我觉得 这种行为是对的 应该提倡的 但是 我们要有个规章制度 只要是带着 惩罚性质的东西 一定要甚至再甚 你应该不是他一天两天 甚至他整个的一生 整个行业的生态 整个的规 规矩 对吧 我曾经说了 你惩罚别人 你得让别人有一个规矩可遵守 你给大家列举出来 到底怎么做 才符合要求 让我们心中的一个数 你没有 完全没有 你就搞了个 道德自立委员会 这个道德自立委员会 别的协会 都有张三里四 某某单位的正式单位和名字 接受社会的监督 而你 根本就不敢列出来 还拿着 道德自立委员会 这么一个牌子 审判别人 而你自己躲在后边 不敢露面 接受大家的监督 你能服众吗 你能让我们这个行业 尊重你吗 所以好多人都觉得 我呢 大喊一声 让他们感觉到了 一种质疑的声音 感觉到了 一种反对的声音 好像他们就不舒服了 当时就急了 要出大招 要使用什么手段 往我身上泼脏水 还要试图要封杀我 你看你们的这种所作所为 你们这种肆意妄为的 这种态度 这种嚣张到了什么地方 不能听到批评的声音啊 这是不得了的 我们的党政机关 还有被监督的责任 对不对 你一个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组织 就如此大道 怎么能服众 我们都是对事不对人的 那我都是批评的这件事 但我绝对不对某些人 包括很多网友 给我提供的那些 所谓的私德上的缺陷 对对某人的 我通通不在意的 我根本就不在意 我不会拿这个东西 来反击 某些人的 不像你们 也包括对付那些黑子 满姐的无言会 满姐的脏话 对付他的只有法律 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手段 同样的形式 同样的办法来反击他 那样的就 跟他是一样了 所以现在这个环境 我创建了这个 做网络空间文明参与者 这个话题 将近十个亿 十个多亿的 这个阅读量 效果非常好 是吧 当然我们也瞄准了 个别黑子 坚决 进行法律诉讼 是吧 对这事情 绝对不客气 但是对那些 曾经有无言会议 后来在我提醒 批评之后 迅速改掉的 我建议有关人员 把它拿掉 不要 对他们产生 任何的 这种这个 过分的 反击 发现有了 发现改了 就OK了 完全没必要在 穷追猛打 目的不是反击 而是 而是一种 手段 而是一种 维护自身权力的一种 一种方法 我们目的 只要打到就行了 更多的团队人 那有些人也是被蒙蔽的 被娱力蒙蔽的 因为他是真正的 那种 爱不情怀 就发现这种人 就不行 就愤怒 这种人 只要没有恶意 没有太大的恶意 就要过去 所以今天呢 这个 小张啊 张哲瀚 能够在警方立案 成功 被警方受理 报案受理 这是一个巨大的 对他来说 巨大的法治进步 是一个大的学习 因为原来他在别的这个 在外地啊 在南方 一个公安局 去报案 根本就不受理 他们都很担心 这个疑问 北京就是这个 确实是首都啊 敢一担当 确实值得点赞 而且北京的民警 北京派出 北京这个朝阳分局 这个这个 降台吧 我印象是降台 这个派出所的民警 还问 为什么不早来报案 那小张就说 我网络暴力太严重了 根本就不敢出门 所以不管怎么说 正义的力量是强大的 正义会知道 大家绝对不会缺席 我们每个人都要用温暖 回报社会 用感恩 回报时代 用我们的善良 良知 来迎接 未来 好了 今天就到这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